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全民共振平台的安全问题 今年3月5号我们接受国内88位 有识知识的伟多正式成立 全民共振平台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协调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抗争维权的力量 使他们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集中起来 共同维护自己的权利 形成了共振效应 振垮专制制度 启动民主转型 最终我们是要建立民主宪政 不打这个目的 事不罢休 这个平台虽然刚刚成立不久 但是已经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反响 反响最大的自然是习近平当局 根据体制内人士的通报 全民共振已经成为中共维稳机构的头号敌情 他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针对海外共振平台的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是要派出大量的网络水军 从各个角度对平台进行质疑抹黑 诋毁 阻挠放缓平台的宣传进度 其次就是要安排部分的由中共控制的工资 和民运大佬 集体对平台进行舆论的围剿 主要的攻击手法就是批评这个平台 墨镜 时机不成熟 上街还要再等几年 全民上街一定会导致第二次六四大屠杀 中国不能乱了 习近平政权是要搞民主改革的 反习就是反民主啊 等等观点 第三就是伪造各种音频视频 引发信息混乱 误导大家 让大家无所适从 第四就是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 阻挠平台运作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我们平台的参与者 在国内的亲属遭到了生命的威胁 听说不久之后 他们还要派人直接对平台的成员 进行人生威胁 甚至进行攻击行动 我们共振平台的团队在这里向大家声明 我们知道中共维稳力量非常庞大 但是我们一定不会退缩 对于网络水军的骚扰 我们不会浪费时间跟他们缠斗 对于那些大外宣控制的 所谓的舆论大V和民运大佬 如果他们发起攻击 我们非常欢迎 坚决奉陪 只要有人敢于出来挑战 我们就会让他们现出原形 我们非常了解中共作恶的能力 可以说是乌远乎届 西方国家并不能够对我们提供完整的保护 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接受这个任务的危险性 我们已经下定了一个决心 舍身取义杀身成人的决心 无论将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打击 我们都不会辜负国内同道的委托 不会放弃自己 二十九年以来的理想 今年五一 我们如果不能实现这个全民共振 那么我们就要一直坚持 下一次就是七一 七一不行 就是十一 一定要让专制制度破局 一定要实现民主宪政 我们一定要赢 人民一定要赢 为了防止中共混淆视频 制造混乱 全民共振平台信息 以吴建民和黎平 也就是我两位发言人的视频信息为准 如果我们将来有任何的不测 平台已经录制了一个 由吴建民和我共同发表的视频 视频中我们共同宣布替代我们的团队的发言人 任何其他打着平台的民意发布的消息 请大家不要详细 不要上单 针对国内抗争群体 中共维稳机构也已经制定了他们的措施 首先就是要加强监控 防止他们与平台进行互动 对那些已经开始抗争的群体和骨干人物 他们要进行非常严厉的监控 重点是要进行网络通讯的监控 要掌握他们的活动和思想的状况 其实是他要派出大量的人员 释出鼓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钓鱼 他们要派出大量的卧底和特务 把冒充抗争行动的组织者 冒充全民共振平台的负责人 到处进行串联和鼓动 第三是要进行抓捕 对通过网络传播平台信息的人 要进行抓捕 对那些可能参与抗争 五一大游行的人 要提前进行抓捕 预防性的抓捕 如果抓捕不到 真正的抗争者怎么办呢 他们也会派出一部分的卧底特务 扮演成为抗争者 然后对他们进行抓捕 然后大量的散布谣言 下祸于全民共振平台 造成大家对这个平台的不信任 减少全民共振的可能性 鼓动我们平台绝对不会鼓动任何人 去做什么事情 你要是有你自己的诉求 你要是准备去抗争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建议 五一到省城 到省城的火车站和中心广场 那将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效的抗争手段 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的阶层 和你们站在一起 第二呢 为了维护国内同道的安全 全民共振平台的海外团队 我们暂时不会与国内民主同道 或者是抗争团队直接接触 我们不参与他们的策划和行动 我们只是把2018年 全民共振的信息和行动建议 发布出来 发布到各种互联网的平台 让大家都看得到 供大家参考 供大家选择 第三呢 是众多海外同道 将会通过各种渠道 单向的向国内的传播平台的信息 但是呢 国内的抗争者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你们一定不要上网 去传播平台的消息 更不要与任何海外人士 商讨自己的行动计划 你们只能向身边的人信得过的亲朋好友 和抗争的同道 口头的传达平台的信息 请大家相信 在一个抗争群体当中 大家会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就会传遍所有的人 第四是绝对不要相信 任何人 把这全民共振平台的名义 对你们进行串联和鼓动 他们一定是中共的特务线人 一定不要上大 一定要远离那些人 你们只能与自己了解 而且信任的人在一起商量 如何参与全民共振 到了5月1号的那天 到达现场的人 一定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鼓动 要根据自己的判断 选择到底是进取呢 还是临时的围观呢 还是迅速的撤离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要务 如果感觉不安全 就要立即撤离现场 共振平台今后将会发布 一系列的操作建议书 供大家参考 大家一定要记得 如果感觉不安全 一定要尽快地撤离现场 5.1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练兵 7.1我们还会再来 7.1不行 我们11.1还会再来 只要我们坚持 只要我们保存实力 只要我们坚持行动 今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全民共振 一定会成功 各位维权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你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精英 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没有你们来带领大家维权 和权贵集团进行战斗 中国就没有希望 我们老百姓就没有出路 大家都明白 要战斗一定会有牺牲 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分散的抗争只能被打压 只有所有的抗争汇聚成一股洪流 我们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 请你们把抗争的时间 安排到5月1号 与其他的抗争群体 一起上街 全民共振 壮大我们的力量 保护我们的利益 实现我们的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